你现在在说听的是日本大特搜 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 我是Kiss研究生 今天是2024年令和6年的3月13号 星期三 上周末我去看了核精英 结果我就po了脸书之后 发现很多人都在东京看核精英 不知道大家对于樱花这件事情 是不是已经慢慢的 可以接受它从粉红色变成白色 现在又从白色变成粉红色 我自己心目中以前的樱花还是白色吧 好像对于樱花的印象就是那种 很纯洁洁白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看到粉红色的樱花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还会觉得说 这粉红色的樱花算樱花吗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小时候对于樱花的印象 好像就是粉红色的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的印象是 蛮接近的 所以我还印象蛮深刻 那个时候平科跟我讲说 他喜欢看樱花的那种 比较早开的樱 就是说在最主要开樱花的 3月底4月初的那一个季节之前 就已经开的樱花 很多都是粉红色的 他反而觉得更五彩缤纷 看起来更好看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一样的想法 我自己是觉得 还是比较喜欢一整片白色的 燃起金眼镜的感觉 好了 这个马上樱花季就要到了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摩拳插掌很久了 那今天我们要来聊朝和时代 之前我先来回复一下QA 我们上一次回复到了1月底 我们要来往2月迈进 好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 其实我去年 我2022年底还有去北海道 那时候觉得还蛮不错的 那时候日本人非常多 旅游刚开放 所以很多日本人都特地跑到北海道去玩 这个机票2万4是怎么回事 这个很惊人 而且你去的时间点 如果依照你留言是2月7号的话 应该是在1月的时间 哇1月的时间 今年北海道听说机票真的是贵到不行 然后1月的时间下大学往道东去 这也太厉害了吧 而且美英那边应该也是下大学 对冬天的北海道跟夏天的北海道 应该看起来是完全的不同状况 然后有觉得自己很像在韩国 我最近在日本常常有自己在韩国的错觉 我去福岗也觉得自己在韩国 现在听你讲说在北海道也很像在韩国 我觉得应该是吧 反而倒是我去首尔的时候 在那个民洞街上走 那个日本人多到 我都觉得好像有点到了日本的样子 好再来是TID11999 非常喜欢JPOP JPOP完那两集真的听得好感动 原来有人和我一起在2000年期间 被JPOP治愈和陪伴的人 每一次被冰淇淋布的新单曲经验 每一次被壁纸的音乐震撼和感动 还有Dreams come true 各类南方之星的旋律唱到心里 还有冰淇淋布派的我不爱 宇多田却在现在对他有满满的爱 超棒超棒 好的非常感谢 我不知道你是听到哪几集JPOP 我们JPOP已经越来越多 多到我都快要可以帮他命名成为 一个系列的名称了 应该有十集左右 一路在聊JPOP 应该会持续的继续聊下去 JPOP这件事情 我最近其实有一个新的体悟 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因为我2021年 我搬到美国去 然后在美国住了七年 那一阵子几乎都在听美国歌 而且那时候的美国歌 比较流行的都还是那种party的歌 很像你在夜店 会听到的那种歌 快歌 像那个Bruno Mars Telor Swift 都在那个时候非常的红 那时候我就觉得 听美国的音乐 跟日本的音乐 非常的不一样 日本的音乐 比较有一种悲伤情歌感 然后美国音乐就是很欢乐 然后没有人在管歌词的 那个Telor Swift的歌词 有时候我看了 我都在想说 哇 原来这个英文写歌词 跟这个亚洲圈 不管你是在台湾写歌词 或日本写歌词 都不太一样 但后来慢慢的又回头 再听J-POP之后 我自己觉得 J-POP还是有一种浓浓的 未恋感 未恋这个词 日文念Millian Millian这个词 什么时候用呢 通常你如果看到 连续剧里面 男主角如果跟女主角 分手了之后 还一直念念不忘 那这个表现 我们通常都会称它叫做 未恋Millian 就是很深情 分手之后还舍不得 好像只有男生会叫Millian 女生也会讲 但女生Millian 好像比较不会讲的那么重 那我为什么会扯到那边去呢 应该是说 我一直觉得J-POP 尤其在2000年的那一个年代 不管是歌词什么也好 而且慢歌特别多 对 英文歌其实 很早你就很难听到太多慢歌了 但是日文歌 即便到现在还是很多的 慢歌 抒情歌 情歌 那我就觉得说 好像日本人的那种情怀吧 在唱情歌的时候 那种慢慢唱的那种感觉 分手之后那种舍不得的心情 等等的 哇 这个真的是非常文化性 也因为这个原因 我就一直觉得很想要来试试看 曼谷 泰国的音乐 我怎么觉得泰国这么欢乐的地方 他们的音乐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样貌吧 期待 我非常期待 今年8月 曼谷Somersonic 应该会去吧 好的 再来这个是台湾Monica 谢谢 谢谢研究生日更的分享 我不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所以并不是在通勤的时间收听 2023年底无意间发现这里 太喜欢这里的旅游分享 决定要追完全部的集数 目前还有190集 谢谢日本大特首 让我的生活总是沉浸于日本各种精彩 好的 也非常谢谢你 还有190集的意思就是 我们现在做到多少集 这一集已经是到270了 对不对 所以你才听了80集 还有非常多集可以听 我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我常常在想这件事情 因为节目基本上 因为更新还蛮频繁的 所以一开始会有一种 专题感 但慢慢慢慢的就觉得说 每个礼拜要更新那么多集 那种生活感也慢慢就跑出来了 反而是 就是更新了一年之后 到现在 有一种觉得 录音是一种蛮习惯的一个状态 不录音好像觉得 这个礼拜好像没过什么事情 也没办法 反正现在就是一定会录音了 好的我们再来是 吃损吃到消化不良 德国东横印 推荐法莱克福东横印 两大床友客厅 含早餐100欧 去年才刚住过 认真的吗 我现在真的是 你怎么知道 我现在在安排德国的行程 我今年其实有一些行程 打算要出去 那最主要都是被ANA逼的 就是他大改表完之后 我觉得还是得开一张票 不去非洲也得去一下欧洲 要不然囤那么多顶数 到底是为了什么 好总之呢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德国的东横印 放尽考虑 真的是放尽考虑 德国我觉得已经相对算是 欧洲里面房价偏低的 我看了一下巴黎 就是法国的房价 跟荷兰阿富山的房价 我觉得都贵到不行 反而到了德国之后 那个价格降下来之后 我觉得有一种松一口气 所以我决定这次要多花点时间 在德国走一走 真的是松一口气 好的 我一定把德国东横印 放到口袋名单里面 好 再来这个是不如直接用信用卡 东横印 东横真的是 我刚开始去日本做的饭店 每次去日本 还是会习惯要住个一两晚 到现在也换了几次免费住宿 对 这个一两晚的累积 如果说在刚刚上一篇留言 讲到东横 德国的东横印 如果也是可以几点的话 然后他说含早餐一百欧 好像差不多 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 会不会是全世界的东横印 大概都这个价钱呢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东横印感觉没有办法 开到巴黎 或者是阿姆斯特丹去 因为那边真的好贵 一百欧应该是 没有办法才是 好 那我们今天就回复QA到这边 回复到东横印 我们今天要进入到 昭和时代的特辑 我们昭和时代啊 终于到了1970年代了 今年是昭和46年 1971年 昭和46年 1971年 所发生最大的事件呢 在日本 其实就是三里总斗争哦 三里总斗争 应该很多人都有听过这个名词 但是不是很确定它在哪里 也会有一些人呢 可能知道这个事件 但是不知道 它其实是三里总斗争哦 三里总斗争呢 其实是在这一年啊 日本发生反对 新建新东京国际机场 也就是现在被称为 成田国际机场的社会运动 大家现在在降落成田的时候 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 有时候都会觉得还蛮 阿杂的哦 因为成田机场的那个风啊 有的时候降落 要降落个两三次 才有办法降落下来哦 然后再加上呢 就是跑道离航下的距离 其实蛮远的 降落完之后呢 有时候滑到停机品 其实都需要一点距离哦 那这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 这一块地当初 其实很大一块 都是征收来的地 而这一块征收来的地呢 其实有很多的反对的声音 还有一些 到现在都没有征收完成的地 那这个事件呢 其实在1960年代的末期 就已经开始了 然后持续了数十年之久 这斗争呢 牵扯到了农民啊 学生运动团体 政治团体等等的 那他当然讨论的就是 日本社会当中 关于土地的权力 环境保护 公民抗议等等的一些原因 那最后的原因当然是因为 整个高度经济成长期啦 一路大家听 昭和时代的故事听下来 应该有感受到 日本越来越有钱 那时候越有钱的感觉 可能比现在这个时候 还要日币更值钱 那高度经济成长期之后呢 在1960年代啊 航空运输的需求 就大幅的增加 在那个时候 东兴其实只有一个国际机场 就是雨田机场 雨田机场已经没有办法 满足日益增长的 国内外航班的需求 所以政府他就计划说 要来盖一个新的国际机场 不过在那个时候 日本的城乡差距 其实经济发展的差距非常的大 在农业的社区里面呢 面临非常多 关于农地的流失 还有生技的问题哦 政府他在征用土地的决策的时候 也常常会忽略掉农民的权益 所以呢 就引发了这个土地政策 跟农村保护 这个上面的一个议题 其实在这几年持续都爱讨论 那这个后来发生的禁营啊 当然就是政府在选择 这一个新机场的时候呢 的决策的透明度 可能在当时比较有问题吧 毕竟是在1960年代 没有充分考虑大家的意见 所以在被选为新机场的地段之后呢 很多的居民都会感受到说 为什么都没有找我讨论 最后就被决定了 那再来就是 政府所提供出来的土地补偿的条件 很多人都觉得不是很公平 认为说它并没有真正的反映到 他们所失去这些土地的价值 那当然以当时来讲 对于农民来讲 土地基本上就是他们生计的来源 而且我觉得啦 因为在1960年代呢 那个时候的整个社区化 跟现在的都市化很不一样 你要被搬迁之后 不只是你的生计会出问题 而且在当时我看很多报章杂志 在讨论的都是属于community的问题 就是说你原本在那个地方的地区 然后有一个自己的社区 大家有一些互助会啊 有一些互相帮忙的邻居 但是呢 经过这一个拆迁之后啊 可能你原本的那种生活的保护链都会不见 也一直到了后来 就慢慢产生了这一个冲突 那这个冲突呢 在政府1966年宣布 陈田市三里总地区 为新机场的预定地之后呢 其实就开始有各式各样的冲突 那政府当然开始动用了一些警察来强行拆除房屋跟树木 然后开始做一些建设工作 那这些抗疫的活动呢 也慢慢的升级 最后变成了大型的冲突 也有示威的规模 然后还有法律诉讼啊等等 那在1971年 也就是昭和46年的时候呢 这一年其实相当的重要 因为发生了很多很激烈的暴力事件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 当初反对的这一个联盟哦 三里总之三联合空港反对联盟呢 他们这个活动在最高潮就是在1971年哦 那当地许多农民成立的这一个同盟呢 他们就一路反对机场的建设 那在这一年的反对呢 因为越来越激烈 所以也会有发生警察使用警棍 催泪瓦斯水泡的事件也越来越多 然后抗疫者所建立的堡垒 也一一的被拆除哦 也因此啊 1971年这一年啊 三里总事件呢 就登上了台面 那这个登上台面之后 因为是机场的事件 所以除了日本之外呢 其实全世界哦 应该很多国家都有在关注这一个事件哦 而这次事件到最后啊 就是抗疫也是没有成功啦 最后陈田机场也是盖好了 大家其实都已经知道 现在的陈田机场就已经长在那个地方哦 但是呢 陈田机场继续盖了之后 这个抗疫却没有结束哦 一直到后来啊 1978年的3月26号啊 就是管制塔占领事件哦 就是陈田机场呢 他要开发的前一年呢 有很多的抗疫者就冲到了机场里面 占领了未完工的管制塔 他们想要去阻止机场的开放 当然这最后没有成功哦 然后还有后来呢 还有京城Skyliner的放火事件哦 这个呢 也被认为说是当初 跟三里总的这个抗疫事件 有关的左翼活动家 他们在东京的京城Skyliner上面放的火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这个事件 其实好像是1971年那时候的事件 但是其实一直到现在 你还是会看到陈田机场 还是有很多抗疫的布条在那边 好再来昭和40年代呢 还有另外一个风潮 是保龄球的风潮哦 事实上在1960年代的初期啊 保龄球就开始在日本大量的流行 那当然在东京的青山地区呢 也开幕了第一家保龄球馆 那这保龄球馆因为它的设施非常的先进 而且地理也非常好 所以当时就成为一些比较有钱的年轻人 他们社交跟娱乐的热门场所哦 那当然随着它越来越普及之后呢 价格也越来越低 几年之后啊 日本保龄球协会呢 就正式成立了 成立之后 保龄球在日本就进入到了新的发展阶段 也开始有一些这个保龄球协会 对于统一的赛事标准啊 训练运动员啊等等哦 那整个保龄球活动呢 最有名的呢 就是到了后来 1970年代的中山绿子的爆红 中山绿子它其实是一个 非常受欢迎的女性的保龄球选手 它的爆红呢 除了是因为它的比赛分数非常好啦 不管是在日本国内的比赛 还是国际性的比赛哦 其实都有非常好的成绩 但是中山绿子啊 它真正爆红的原因呢 其实跟保龄球的关系也是有 但是是别的原因哦 因为它本身呢 长得很好看 而且是用时尚的方式出现的 所以在当时中山绿子呢 它等于有点代表着 打保龄球是一件非常时尚的事情 女生都会化了妆 然后打扮得非常漂亮 去打保龄球哦 你可以感受这种感觉吗 就是如果说你穿的是非常时尚 非常下趴的去搞保龄球的话 那表示保龄球是一个 在当时非常慎重的一个活动 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 对那你看什么活动 你会穿的非常整齐 你可能去看那个歌剧院 你会穿的很整齐之类的吧 但中山绿子呢 它其实啊 它除了打保龄球之外 它也不断的出现在杂志的封面哦 也有点像是说 它本身有点在帮保龄球代言 那保龄球的这个风潮呢 也跟着慢慢的上来了 那这个时候 还有另外一个风潮 也是跟女性有关哦 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风潮 叫做暗暗风潮跟浓浓风潮哦 暗暗暗浓浓跟浓浓 这两个呢 基本上是两个不同的杂志 一个是 对他们叫做暗浓 暗浓的现象 那这两个杂志呢 其实都是日本的女性杂志 暗暗啊 她的目标群众呢 是年轻女性嘛 所以说她在推广的 就是那种年轻女性的时尚啊 美容啊 健康啊 恋爱啊 这些关于当时的流行趋势的杂志 其实在那之前呢 并没有这样子的女性活动的杂志出来 所以一出来之后就大流行 尤其年轻的女性 就可以从里面找到很多资料 那农农呢 它也是一个就是年轻女性的流行杂志 不过它又比暗暗还要再稍微更前卫一点 它有一些更实用性的资讯在这里面 包括像服装美食旅行等等的 基本上这两本杂志呢 都在1970年代影响了日本的女生 尤其年轻女生的一些流情 虚势时尚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 在当时非常重要的文化流行吧 好 再来这一个年代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啦 大家应该都吃过 就是日清拉面 日清拉面在1971年的时候 创办人安藤百福 他发明了全世界的第一款 就是泡面 这个鸡汤味的泡面 这个鸡汤味的泡面 现在你看起来觉得好像很理所当然 而且你走到便利商店 不管在日本或台湾 其实已经有各式各样非常多不同类型的泡面出现 但是其实在当时你可以想象得到嘛 你只要有一个小小的杯子 然后里面加了热水 然后面就可以吃 在当时应该算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流行吧 所以呢这个出来之后呢 被报导之后 不管是它的包装设计啊 还有你可以快速的准备过程 还有就是呢 很多在当时他们都会把它跟食品工业 还有国际贸易 还有日本的现代化跟工业创新 划上等号 你想想看 要能够推出一个这么小 又可以及时使用的一个泡面产品 在那个年代 其实你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工业水准 你才办得到 对 所以呢 这个日清拉面的创办人 后来呢 也非常的有名 那也成为了在日本 应该说全世界评价非常好的一个日本的企业人士 好 再来这一年的7月20号 还有一个很大的事件 这个是日本的第一家麦当劳正式开幕了 台湾的第一家麦当劳正式开幕包是什么时候 民生社区那边 对不对 对 在日本其实受到美国影响非常大了 如果你有听昭和时代这整个特辑的话 大家可以知道从二十四业大战之后开始 美军呢在日本然后呢慢慢的协助日本的成长 然后后来慢慢退出了日本 但是日本对于美国文化的影响还是深受其中 所以呢 第一家汉堡店啊 在日本的东京营座三月开幕它的一号店 在当时说的年轻人啊 基本上是完全顾不了其他人的反对 全部冲去那边买麦当劳吃 第一次吃麦当劳汉堡 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心情 现在走在日本 麦当劳已经有非常多这种在地化的menu 在当时可能只有最传统的大麦克吧 好啦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着我一起 走过了1971年 昭和64年 喜欢这期节目不要忘了 下午下午视频也追踪我脸上在IG 我们就下集节目见咯 拜拜 Редактор субтитров А.Семкин Корректор А.Егоров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